你剛才說過鏡頭 最後的鏡頭是把你打下去的 六個人吊起 反吊 六個人 你接這個角色 因為這部電影是重戲的 多戲的 你接那個角色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要這樣抽票嗎 不問謝老師 我不知道 她都不知道 慢慢慢慢 可能導演見到你 又可以做 又加點加點 現在說不要緊 其實有人拍了結尾的 任導演不收負 OK 就再續拍過 而且我期待了 他找我談談 KK 你那張機票我重新買過 為了這部電影 為了你的角色 我重新拍過 OK 沒問題 都沒有錯 不用收錢了 不是說錢而已 其實這樣有誠意 好了 那你終於進去拍電影了 如果這樣說 應該是敷李璧華 會不會是這樣 是呀 龍哥跟你說 你可以做幕前 我不是說 第一部幕前 是那個 不是承鄉太婆 那個 粗行零分 粗行零分 演一個警察 她是哪套話 粗行零分 講警察 和那些 社會青年 互相之間 粗行零分是哪個導演 什麽麽廢 葉輝王 梁輝王 葉輝王 第一套當然是那套 但如果我聽下去 警察角色 是CID 還是行必那些 普通警察 青年領袖那些 我手下有變青年領袖 那時候應該都是八十年代的初期 中期 中期 但我們認知你 反而是九十年代後 八十年代 你還有什麽作品 差不多 很少 少些的 還有 承鄉泰博 八九年 承鄉泰博印象 是否講記者 承鄉泰博 是的 但是那時候你第一套戲 人家說 KK 雖然那時候龍哥跟你說 你做得而已 他說 喂 現在真的來了 喂 那你沒有壓力嗎 我終於嘗試的 你知道 我在農村那時候就是演戲 哦 你在農村有演戲 因為不用耕田 OK 演給農民提 所以 演一下 演一下是棉皮就好 嗯 演戲那些 樂趣就有了 嗯 那你在拍電影的時候 你出去做演員 嗯 在舞台 即是在香港的大會堂 在畫劇團 做美術那些 有沒有他們 都會看著他們 當然 當然 當然太演戲了 那時候沒有嘗試做舞台劇嗎 還是都有做過的 我廣東話不行 哦 第一次那個 傾城之戀的畫劇 那個導演 我很熟悉的 他想我演周陽發我角色的 畫劇 那個導演 你用國語我就可以 范柳園 對 范柳園 哎 你這件事真的 我講 哎呀 你是上海來的 演上海 上海白樓園 那時候我好生 我講 不行的 我廣東話演員 都會笑的 那是 事實上 真是廣東話演那個版本人都會笑的 嗯 因為廣東話講我愛你 那些觀眾立刻笑出來 那國語講我OK的 是 廣東話在電話裡面說我愛你 下面的觀眾就笑 嗯 結果我沒有 OK 電影啊 就是什麼 可以配音嗎 你的電影是不是都是配音 基本上 基本上 但是和尊榮彥的歌出戲 上海1920是真人配音 英文演唱配音 你英文可以嗎 那時候 上海英文 OK 英文是英文 我講我英文沒得過 上海音 我扭曲了幾年 上海音就咬我 他說我們現在是上海人 哈哈哈哈 好笑 去到上海 我讀給那個 他們有個英文訓練老師 專門扭曲了 請回音樂 他講 行了 這些上海音我都學不到 好了 那時候 但是你自己的感覺 你喜歡突出的角色 應該就是金創人 是吧 張寶成其實也是厲害的 那時候 張寶成我覺得 如果相比之下 那些難度沒有見過 是 但是因為我難以靠記憶 應該是金創人出先的 嗯 因為沒有記錯 是94年年尾聖誕節 才出到神議 可知火燒紅蓮子先嗎 我都不記得 火燒蓮子 不是火燒紅蓮子 是會先一點 再 但是現在這兩套 你最廣外人知的 就是 應該是007出先 然後做張寶成的 嗯 那時候就真是入屋 所謂入屋 那時候沒有碟 但是香港人 那時候多人看電影 我們三十年前 十幾歲 喂 一看 已經看過金槍司令 哈哈 小廷呢 張寶成又來 那時候真的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但是 就真的覺得你很入形入格 是嗎 真的很入形入格 因為為什麼呢 可能你真的有大陸下來的那個 那樣東西 你懂得去怎樣去演繹 因為它真的有些不同的 但是 我先不說那些 尤其在咪號 我覺得我很想 其實近年 中港關係 是有些矛盾的 老實說 是有些矛盾 我自己 我們每天都是看著新聞 我自己覺得 人和人之間 就從來沒有矛盾 我也都經常 因為我也經常罵 但是我 當然 我會強調 有些時候會罵過頭 因為戲劇化了 好聽一點 OK 比如說 大陸這就是仆街 但是 你作為一個曾經的新移民 其實我 我真的問心 我自己香港人 土生土長 我真的沒有 對大陸人 我真的看人 你是做一些仆街的行為 那我不管你是香港人 大陸人 美國人 那你就是仆街 你做個行為 當然是在說這件事 你在香港 你覺得 由你踏足香港 到後來你離開香港 你幾年決定移民 八九年 八九年 我的兒女 換的地方 接受不同的教育 嗯 我覺得 我試過 共產黨的教育 我老婆試過 殖民地的教育 她在香港 給我兒子試一下 美國教育 但你老婆 那時候不反對 她支持 她跟我價值差不多 你試一下 每樣制度 不同的制度 試一下 好 你試過 試過 你現在最享受 你兩個兒子 沒有辦法 覺得美國兒子 你兩個兒子已經是 美國兒子 你幾個兒子 你幾個兒子 兩個兒子 一兒子 一女兒 在這裏出生 但是 你真的很小時候過去 八九年都 很小 那她們是美國兒子 美國女兒 她們 幾歲過去 都不是十分 一個是十歲 一個是六歲 OK 那還可能 什麼 香港的食物 香港的傳統 什麼OK 連她的子女 都喜歡香港的東西 很有趣 但香港真的變了很多 大家明白 我告訴你 你不信 去年我的孫子 八歲 十歲未來 八歲 跟她們過來 問她的媽媽 媽媽 香港更好 為什麼你們要去美國 去年 前年 前年 對我們來說 她也有這種感覺 她是美國生 她爸爸也是 她說 她說 你為什麼要離開 香港 去美國呢 怎麼回答 你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 很有趣 她媽媽說 遲些你明白 其實這樣說 你講一下KK 我愛生 九零年在美國出生 一九零年 一九六年 她的幼少年 不是經常回來香港 但她媽媽 恨我姐姐 會帶她們回來 在她們成長 七八歲 到十歲 十幾歲 整天都說 舅父跟我說 她說 但是我讀完書 我一定回來香港 做事 她們很喜歡香港 她們是美國仔 講英文的 她們是 她們一定回來香港 回來吃東西 她們說 大學畢業 就要回來找工作 那時候說得這樣 但是 真是大學畢業 始終她們在那裡成長 那時候 那些朋友 那些社 她們就很自然在那裡找工作 而一找到工作 就變成 她們真的在那邊發展 因為她們真的是美國人 不過她們仍然是 一有價 她們不是說去日本 我們去日本 去韓國 去韓國 回香港 到現在都是 我有個書 四歲幾五歲 她回到香港 回到紐約以後 有一天 你已經留約了 回到紐約 她拿點餅給 都給我吃 我香港帶來的 我看 根本是很安慰的 她穿的 香港是 香港來的 她覺得很值得驕傲 很麻煩 還有香港的馬路 和紐約的馬路 不同的 美國的幾乎 她們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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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香港的地方 她們都不在乎 Work 那時候這個 決定很大 因為八九年 我算一計 你三十幾歲 搏殺時期 當然我明白你的決心很大 因為你成長過 但當時譬如90年代 你有很多機會回來香港 說回大陸發展 你沒有動搖過嗎 尤其是90年代 真是高速發展92年之後 鄧小平坦順之後 真是爆發聲的 上面發展 我個性不是那種個性 我個性會以自己為自己做什麼 譬如我740年申請香港的人 大陸又不敢申請 他們怕犯錯 不是已經不批准 根本會又落了一個黑材料 這個人曾經去香港 有這些危險 曾經申請去香港 這個人的思想 會影響他以後的工作發展 我不是這些 我只覺得我應該去香港 我想去泰國媽媽 爸爸 包括我自己的哥哥 三十幾歲 他那時候就說 哎呀我現在很安樂 你去吧 他沒有申請下來 他後悔 90年代他後悔 他後悔沒有理由 已經太遲了 我就是覺得自己的社會 OK我去美國 我知道我會失去香港的東西 但我相信我在另外一個地方 會得到的東西 嗯 我永遠相信得失 OK 但是這樣就好奇了 1994年下來香港 89年走 你留在香港15年 那得到cision 短短lle續續 當年你要回來工作 那麼 近19 badges 我離開香港,斷了做到回來 八九年到現在,三十多年,斷斷續續回香港 四次畫展,三次回來 但是我看你的訪問,到現在人家問你是哪裏人 你是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而你逗留香港的時間,其實在你的人生裏,十五年 但是這十年對我影響,影響到我後面的所有 我以前的事,差不多重新開始,但是影響到我以後 包括我的家庭,我兒女,整個香港給我這三年影響,是影響我一生的 香港給了我更多機會,你剛才看到,有一個沒有人學活力的人 請了我做出街市,然後畫劇團要接受我 電影要接受我,小事也接受我,坐院也接受我 更多大導演都對我更好,我怎可能會忘記他 不是你感恩,其實香港,其實香港也沒有那麼好人 是因為你交到那些課給他們 有有一些 如果你交不到課的,喂 所有都有些關系 不是有些,直接是有關系 香港,我們人與人之間當然有感情 但是如果你是不行的,我寧願,KK我請你吃飯 可以了,你這些份也沒有,真的是這樣,你是你交到課 不過這樣說,林康正是小一點的,他八幾年出生 不出聲的 他出聲的,叫他問問題的,不過我都是說的 八幾年,八三年,八三年,八三年跟我女生 差不多跟我女兒八一年 OK,現在女生很生,二十九、三十年,差不多到時候 二十九、三十年 喂,但是,因為你其實,剛剛你,你知不知道,Kiki 你七四到八九年,你可以問一下,坐在旁邊 你就真是一個 最正的時代你舔了 不是,我敢說,我那個日本老師 他回到日本見到我,他敢說,我們是香港最好的時代 最正的時代你舔我們的回憶美好 因為其實九十年代,縱然我們經濟炒上去也好 因為我已經大了九十年代 其實,都是差一點的 不是說那個經濟,是人與人之間,那種連繫 八十年代是新舊交替 那時候,譬如說,華決團請我,香港都沒有設計學校 沒有演藝學校,沒有藝術學校 剛剛開始了,請你七四年的時候沒有 沒有,七幾年請你 七六年 七六年,沒有,那時候你極其去過那些什麼大一 那些詩歌 是餘的 你說如果去到 多幸運 是啊,那時候沒有啊 那,終於你入了電影圈,拍電影了 然後就決定了去美國 那你去離開美國的時候 就是離開香港去美國 對香港的印象是怎樣 那時候你當然覺得,喂 你說,那剛才你講得,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講不講得 當然 因為你當然會希望給一個好一點的環境 兩個小孩 你知道這是你去美國的原因 也都很明顯是因為八九年那件事情 你有沒有想過香港會變成這樣 這些想不到 但是呢 又不需要太過的詐異 因為我是經過文革的 我有經過我很多前輩的經歷 比如說我就是講我的啟蒙老師那些人 我在他們的身上看到任何時代 最重要是你堅持個人的第一次手遇 最重要是你堅持個人的第一次手遇 無論世界怎樣變 你自己的初生真的不要輕易 你自己的初生真的不要輕易 哎喲,現在輕你又不要走你了 現在輕的東西,你比較輕的東西 你比較輕到大陸做生意 你比較輕到大陸做生意 每個人都輕了 我很悶 我覺得我不懂做這些 我都沒有做 跟這個潮流沒有什麼關係 我去到美國也是 美國很多中國人去做生意 去回大陸做生意 現在香港的優勢 美國的優勢什麼 我都沒有做這些 我始終回去教 畫展、電影、話劇、舞台 我做回這些 失去的時候 以前的合作人們走散 我都沒有做過 但是 就回到美國 其實 好像沒有洞區 沒有洞區 沒有洞區 一直到幾十年關係 我覺得 好像你對我 最重要是人和人的關係 不是地區而地區而國 我講一下我老上海 我回到上海 乘巴士 我迫不上巴士 我上海死了 我上海死了 上海說 很難 全部都是外地人 我上海巴士都迫了 我上海都上不到 我說大哥 你在罵我嗎 然後我講一下 那些人還沒有去 我說你罵我 你罵我 你不同在外地人 你這些地區概念 受的限制 其實不一定 上海都是很多移民來的 但是全部 基本上是 上海很多 人不是上海人 是 在紐約有個好處 不要問你哪裡來的 因為紐約那個人是外面來的 不要說美國 如果紐約更加是 真是一個大陸奴 大陸奴 什麼人都有 問你哪裡來 問你做什麼 問你做什麼都可以 因為跟你工作有關係 你到哪行 你到香港現在的狀況 很難預計到到今時今日 但也不詫異 剛才你不是說 我沒有什麼詫異 因為現在時代 不是我都可以預計的 就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 作為一個政治家 是嗎 你作為一個政治學家 你去估計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的民運 誰可以給他一個 make sure 我肯定你 過了幾年 改了整理 你可以 這些事情 你知不知道 所有打爆票的人 一定是騙人 政治啊 生意一樣 門口靚話的人 古語說真言不美 美言不真 好聽話 你都不信得好 對社會也是更加疼 KK 不知道我是不是 我五十多歐 小過你 當然大靠一靜 其實你說的那些道理 尤其你說的那些說話 又是我經常跟聽眾說 其實都是我們十幾歲 就會明白的事情 但是呢 又真是要去到 有些年紀 你才能夠印證到 更加深信 反而對這件事 好像 剛才你說 我聽你說 自己不要變 不要受個世徒影響 我們十幾歲 聽慣了 但是我現在五十幾歲 回回 回想回頭 譬如你說 殺他那些東西 那些人一個潮流 其實你不是那些人 我很認同 你做你都沒有 你跟你的輸 你最後都會輸 你會不見很多東西 可能是錢 可能是時間 因為 根本真的不是屬於 那些是暫時的 是會過去的 我們很難去解釋 但是呢 又未到千帆過盡 真的經歷了 看看 譬如我們作為行外人 看很多生意人 很多電影人 很紅的 當然很威風的 起起落落回大陸 這樣這樣這樣 結果說大嶺落 原來不是什麼 有些事情不是你 就不是你 真的不能去恨 今天真的對KK認識深了很多 我們休息一會兒 回來講講你的話展 好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